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历代至上第十八天 历代至上十八章一至十七节 神使大卫得胜 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 把他们制服 从他们手下夺取了 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 又攻打摩押 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攻 索巴王哈大利谢 往右巴拉底河去 要坚定自己的国权 大卫就攻打他直到哈马 夺了他的战车一千 马兵七千 步兵二万 将拉战车的马砍断提金 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 大马士革的亚兰人 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利谢 大卫就杀了亚兰人二万二千 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 设立防营 亚兰人就归服他 给他进攻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他夺了哈大利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 带到耶路撒冷 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拔 和军二臣中夺取了许多的铜 后来索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柱 和一切的铜器 哈马王陀乌 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大利谢的全军 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王 问他的安为他祝福 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利谢 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 大卫王将这些器皿 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 就是从以东、摩亚、亚门、菲利士、亚玛利人 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 习鲁亚的儿子雅比塞在严谷击杀了以东一万八千人 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 以东人就都归服他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又向众名秉公行义 习鲁亚的儿子约亚做元帅 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 亚西徒的儿子撒都 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 做祭司长 沙威沙做书记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统侠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 本章主要在描述大卫的军事胜利 其实是呼应上一章神的应许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常与你同在 减除你的一切仇敌 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表明上帝所应许的必然成就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大卫的军队的确是常胜军 不过大卫不但心里明白 是上帝使他无往不利 他也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这一点 大卫王将这些器皿 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 就是从以东、摩亚、亚门、菲利士、 亚玛利人所夺来的 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 奉献最基本的意义 就是宣告我所拥有的 都是上帝的赏赐 虽然我们不能推论 因为大卫奉献 所以神使他得胜 可是我们却有十足的把握 大卫的奉献行动 深深地感动上帝 因为他的奉献不但表明感恩 更表明所有的得胜 都是上帝的赏赐 一提到奉献 基督徒常常就会把注意力 放在金钱的数额上 但是奉献的意义与实践重点 却不是金额多寡的问题 而是主权问题 尤其对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而言 保罗认为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 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既然连我们的命 都是基督用血买赎回来的 那还需要谈论金钱奉献多寡的问题吗 我们的十一奉献 乃是为要宣告承认 上帝拥有我们生命的主权 大卫在得胜的欢呼雀跃声中 并没有忘记 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赐 仍然以奉献表明 神是这一切的主宰 包括他自己 亲爱的基督徒 你是否也是甘心乐意地 借着十一奉献表明 自己是属于基督的人呢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感谢你 曾因你的生命救赎我的灵魂 我也欢迎你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我愿意将一切献上为你所用 求主与我同行直到永远 阿们 祷读神的话 罗马书十四章七至九节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 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爱我的阿爸父 我是属神的人 从前的我 以自我为中心 如今 我学习做主的仆人 为主而活 我是主的人 该讨主的喜悦 圣经说 什么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去做了 就是讨主人的喜悦 什么是我们不要去做的 我们不去做 也是在讨主人的喜悦了 所以做任何事的时候 我可以问自己 这事是主耶稣喜悦的吗 愿圣灵的禁止与催逼 成为我一生行事为人的法则 我愿意敬畏神 如神就在我的面前 感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